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我們現在在英國 然後我們這一集會開箱幾間英國的餐廳 還有快餐 還有一些吃的 因為我們最近會在英國住一陣子 所以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有吃到的餐廳呢 全部蒐集在這支影片 讓大家 欸 來到英國呢 不要認為說英國是美食沙漠 英國也是有很多好吃的餐廳 不只是便宜的餐廳 也有中高價位的餐廳 都有 好 那我們第一間來吃的就是這間 Nandos 對 我最喜歡的一間餐廳 對 的連鎖餐廳 對 每次來英國必吃的一間 Nandos 它是南非烤雞 這是我最喜歡的Nandos 真的 讓你到店面了 真的 每次來必吃的東西 來看一下這趟的菜單 來吃就對了 真的 真的是來吃就對了 而且 它的價錢不會很貴 它的東西全部都是單點 然後它旁邊有寫一個 class to regular size 就是你可以選兩個褲子 就是有薯條啊 玉米 然後沙拉 這些都可以選 還有那個什麼起司條是不是 對 對 上次你有吃 你最喜歡吃 然後它這個價錢 Jusper 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Jusper 好吧 沒關係 給你 給另外一個 好 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二分之一的烤雞呢 就是8.5 然後如果加兩個 regular size的話 13.5 這樣子 還可以指點 She can win 這樣子 欸 這個是雞胸對不對 對 第一個雞胸 第二個喜歡吃 那有些醬它那個選沒有選那麼仔細啊 你看這個還有分有Galic的 有泡Extra Hot 大概選項沒有這麼多啊 嗯 在它櫃台這邊就有超多種 不種的選項可以選 然後 最經典的就是這個啦 這邊還有Extra Extra Hot 我們剛才有一個這個Starter的食物呢 它是叫什麼 還沒拍就已經被我們吃光了 然後它這個有加這個醬 不知道什麼醬 有點辣辣的 很好吃 甜甜的吧 然後這是我們的主餐 飯 飯是必點的 這個醬呢 在很多超市都可以買得到 真的是很好吃 最喜歡的 阿甘認證 阿甘最愛的 真的 這間可以說是我覺得 要我離開英國 我會想說 要回到台灣吃不到怎麼辦呢 真的好誇張 我們要去弄大魚海條了 英國餐廳的第二間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Fish and Chips 那Fish and Chips呢 在英國有非常多不同間的店 那今天我們要來吃的是這間 對 在我們住的附近 那邊寫的啊 它這邊寫的啊 就是說它有鱈魚 然後 有人叫做黑線鱈魚 然後這個Pice呢是必顧的 然後它這間除了炸魚除小之外啊 還有漢堡啊 然後飯類的啊 跟Pi啊 這種都有 好我要來開這個 哇 它這個 很大耶 我們這是大份的小份的 這個是小份的 哇 這小份的 那我們應該吃小份的就好 那這個是 這是大份的 這是大份的 所以你比較一下 都蠻多的 都蠻多的 哇 這個 好多喔 你看 好大的 這好大啊 然後它的那個薯條 配咖哩醬很好吃 你們吃嗎 你們吃 這是肯德基的雞翅 我覺得非常好吃 很好吃 它比較那個醬比較好喝 我覺得它這個鱈魚炸蠻好吃 然後加了咖哩醬呢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又加分 對 而且很脆 但是不會很油膩的感覺 那我們除了炸魚薯條之外 我們還點了這個 KFC的炸雞 兩個99匹 所以一個大概是台幣20塊而已 我吃一下 嗯 很脆 非常好吃 也是很脆耶 吃 CP值很高的炸雞 這是疫情 對 以前有像這個東西 好看的 那我們來這一間 在St. Robbins 這裡的Waffle House 他們有鹹的有甜的 然後今天說不定還會有看到 那個聖誕節的限量喔 趕快看看有什麼口味吧 每一次來到英國都要一定要吃的一些 對耶 就是每個人來這裡找你 都會帶他來客 對耶 因為我覺得應該就是很local的餐廳 然後最近已經拍很久很多年了 從倫敦市要來這裡的話 要怎麼來 坐火車 坐火車的話大概20分鐘就到了吧 Vanady 可是它是spinach 我現在是早餐 然後到12點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選 鹹的 然後鹹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吃的就是 Hummus and Avocado 它是素的 非常好吃 對 然後Ben最喜歡吃的是 Hummus and Avocado 這個也很好吃 我趕快看這個Fried Chicken 它的 欸 它這是新的Menu 它之前沒有 這個非常好吃 你可以改天 下午來啊 然後它的Propop也很好吃 甜的就是 全天都有 甜的最Ban 最喜歡Banofit 然後它後面這邊還有飲料可以喝 像是熱的 巧克力啊 或是咖啡啊 或是酒也有 啤酒也有 Cocktail也有 然後那個Avocado 大家可以一起去 哇 你剛剛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加油 好吃好吃 還是一樣好吃 每次來都是很好吃 每個朋友來這裡來吃 吃到大家以為它有入骨 這甜點 它Waffle真的很脆 它Waffle 有白的Waffle可以選 還有全麥的Waffle可以選 而且想不到Waffle跟鹹的東西 可以這樣搭 然後我們現在吃完了 我們的早午餐之後 我們還點了一個甜點 就是現在加上面有冰淇淋 然後它有焦糖醬在上面 這是在英國也蠻有名的甜點 它叫Benoffi 所以其實你在超市 也可以很容易買到Benoffi Pie 或者是冰淇淋 有些時候會有Benoffi Ice Cream 一口Waffle 再加冰淇淋 再加香蕉 再加香蕉 好罪惡喔 那這間是接近Region Street的一間 叫做Sushi Dog的一間店 對 我們走一走覺得太餓了 然後就看到 欸這間好像不錯 然後就走進來店了 這間是賣飯捲的 然後它也有很晚裝的那種 它這邊應該算是壽司捲類型的 然後它這邊也有可以是 在Menu上面已經選好的 然後這邊有可以自己選到 什麼樣的料的 這還有很多醬 這陣子 嗯 嗯 但我看它的海苔是放在外面的 所以我猜它一定不是脆的 這還蠻好吃的 這有味道 然後有貓豆 然後加它沒在那裡吃 它這個沒在那裡 蠻好吃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 台式跟日式的中和 為什麼台式 台式啊 以前小時候媽媽都會吃 喔 對啊 剛剛發現它這邊還有wasabi可以加 可以加這個 對 然後我現在吃到中間它還有一個脆脆的這個 這個是 就是那種 我們小時候會吃的脆肉熟 然後還有 小黃瓜 跟哲哩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可以啊 所以就在SOHO區這邊 逛街很方便 就是逛街的餓 你就可以走進來吃一下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亞洲的三位 它就是很多料在那裡 喔對 它這個裡面的料還可以選 對 還很穩的 對 它有一點雞肉 對 可以選 然後我們今天晚餐來吃這一間Dish Room 它在King's Cross的附近 那它其實在整個倫敦有非常多間分店 在Curban Garden那邊也有 那我們試的是在King's Cross的附近 那這間Dish Room呢 它主要是吃印度料理 它的主食類就是有烤的肉啊 還有咖哩 烤的肉就有像是雞肉啊 雞腿肉啊 羊肉啊 或者是蝦子 然後前菜呢 就有那種印度的那種醬子 其實它前菜還蠻多東西的 可是它有一些文我看不懂 很難想像它是什麼東西 就算翻成中文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也是第一次來這間店 我們就聽說他們的咖哩很好吃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咖哩 然後聽說雞尾酒也不錯 來了這個Num 超小耶 我們點了一個花椰菜 然後 西肉咖哩 然後跟一個Num 這Num多少錢 3塊嗎 3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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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好吃 我覺得它這個Num好小喔 對 我覺得它咖哩好吃 它這個Num太小了 如果這個咖哩呢 就太配一點 我覺得它咖哩跟Num算是好吃 但是 在台灣呢 也有其他間更好吃的 我覺得 不過我們剛剛看它的菜單 它有提供素食 所以如果說是 你是選素的話 來這裡也是一個選擇 我剛才看這裡有三層樓 好高喔 然後外面有人在排隊 還好你剛早一點進來 前面這間 Richard Howard's Oyster 哇 這裡非常多華人 是Donny推廣的是不是 我們點這個9顆 然後再個白酒 這樣子16塊錢 嗯 我覺得可以耶 而且好大顆喔 太大顆了吧 這是Medium Size 喔 來吧 Medium就是這樣 來我來幫你們 我只要吃 對啊 我都沒有吃 好好吃喔 想覺得Boroa Market 就是一個 如果說今天你來到倫敦 然後不想去吃餐廳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 然後去找一些 藏地獄 或是一些外地 還是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這好多的 這有可能是因為是聖誕節 所以覺得特別多 你還說要兩個 我看兩個不夠吧 我覺得這個 光看外表就比 我們在法國吃的那個 我剛才最想要吃這一顆 結果被吃掉了 我看他一個字子耶 他有一個圓圓的感覺